上帝使用金钱的供应或者缺乏 带领你行在他为你决定的方向 上帝又使用金钱 使你在以下三方面得到成长 第一 谁是生命的主宰 建立信心和异仗 上帝是你生命的主宰 当你愿意回应 顺服上帝的教导 并且影响着你日常生活的决定 这样上帝的主权 只能够在你生命的里头得到彰显 真正的信心就是能够清楚明白 什么是上帝要透过你的意仗来成就的 是上帝会提供一切必要的 来实现他在你生命中的异仗 相反当你自以为是 妄想成为主人 取代上帝 上帝使你缺乏是对你的提醒 谁是真正的老板 但拥有大量资源的人更难透过缺乏 来察觉上帝的大领 所以上帝特别警告妇人 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讲 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有的人 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 也不要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上 却要仰望那口似百物 给我们享用的神 第二 谁是金钱的主人 免受贪蓝的伤害 当你买不起 销出基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 学习认真的思考 为什么上帝没有让你有能力去购买呢 相反如果上帝喜悦你拥有他 上帝会以他最好的方式去供应给你 但你需要警醒人的罪性 无论上帝给了你多少 你仍想要更多 正如上帝给了亚当和夏娃 享受生命所需要的一切 撒旦却引诱他们想要更多 是啊 上帝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的警告 是多么清楚和真实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落在试探中和陷阱里 又落在许多无知而有害的私欲里 使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 上帝才是金钱的主 因为上帝拥有一切 第三 你要学习来性 专注于真正的财富 忍耐是如此的重要 上帝向你保证 为了要你获得忍耐 他会选择给你经历磨难 正如罗马书五章三节说 不但这样我们要以患难为永 至患难生忍耐 等待上帝提供所需资源 是培养忍耐的方法 又如雅各书一章三节说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 就产生忍耐 保罗明白 短暂的财富 与永恒的财富相竞争 并可能会借盖你对永恒财富的盼望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至八节提醒你 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 现在恩着基督的缘故 我都当作是有损的 不但这样 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 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自保 为了他 我把万事都丢弃了 看作废物 为了要得着基督 弟兄姊妹 得着基督 就是得着真正的财宝 上帝用金钱引领你的方向 使你成长 建立你的信心和意证 让你免受贪婪的伤害 和使你专注于真正的财宝 所以弟兄姊妹 大家彼此的提醒 彼此的互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